我們講16題 他說這個圖 一定質量的理想氣體 由A狀態到B狀態 延直線 那AV變化 A延直線AV變化到B狀態 在此過程中 氣體分子的平均數率 變化情況為何 我們知道說 從這裡到這裡 它的溫度會慢慢增加 然後再來減少 所以它速率是慢慢增加再減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PV 等於NRT 那現在質量是固定 所以這N是固定的 所以 P跟V的成績跟T成正比 那P跟V的成績代表什麼呢 比如說這一點 A 代表這個圖形一下面積 那一開始 這個面積是這個 你如果畫到底的話 這個面積比較小 它慢慢的面積越來越大 到這裡的時候面積越來越小 那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計算 這P這一點點是多少 這P這一點點是多少呢 14 那A這一點點的話是多少 是等於31 好 那我寫出P跟V的關係 這個P 這個計畫 減掉1 它會等於協力 協力是這個 戶3 除以這個 這個是2 它乘以V減3 所以就得到這個方程式是 2P-2 等於協3 加9 協3V 協3V加9 1 那這樣子 我可以把這個P代掉 例如說我把那個 P代掉好了 P的話 P代掉 這變成多少呢 P代掉 這是1 現在這個P等於多少呢 等於2分之負3 加上2分之9加1 2分之3V 所以是2分之負3V 再加2分之11 它進去以後 變成多少呢 變成是2分之負3V 加上2分之11 乘以V 那這個是PV 這我把它寫成MV 那這個是跟溫度乘正比 那這個可以選擇 2分之負3V 乘以V 加上2分之11V 那這個 這個函數 這個是PV 這個PV 對V而言 是一個什麼 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呢 就相當於這樣子 這個PV跟T成分比 所以現在這個T 跟V的關係呢 大概是這種關係 一開始的話 V比較小的時候 就是V 跟T的關係 一開始呢 溫度比較小 V小的時候溫度小 慢慢的溫度增大 增到最高點以後再下降 這個一樣 就是從這裡 A 這個是A點 這是B點 我慢慢的溫度升高 升高以後再來減少 所以它的溫度是先增加或減少 所以分子的數率也是先增加或減少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選D 先增加或減少 就算了